玫瑰蒸饺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玫瑰蒸饺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块猪肉,必须要带肥肉的 用少量肥肉,肉虾才有口感 猪肉去皮,切成小块 切好后放入饺肉机中 也可以用刀剁下,我是为了方便 搅好的肉馅放入碗中备用 小葱切成末 放入肉馅中 肉馅中放入一勺盐 胡椒粉适量 生抽一勺 蚝油一勺 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六张饺子皮,像我这样摆放好 把肉馅放在饺子皮上,像我这样摆放 肉馅儿不要太多,以免溢出来 把饺子皮下端对折上去,不要折太多 从饺子皮一端卷起 从饺子皮一端卷起 卷好后整理一下形状 方便大家观看,我再做一次 做不到顺便 做不到顺便 做好的蒸饺上面刷一点食用油,也可以不刷油 蒸锅上去放入蒸饺,蒸10分钟就可以了 在出锅前撒入葱花 然后再焖一分钟 时间到取出玫瑰蒸饺 好了,我们的玫瑰蒸饺就做好了 是不是觉得外观非常漂亮呢? 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吃哦 小孩子非常喜欢吃这样有造型的美食哦 自己可以另外做个辣椒汁,这样的吃真的非常美味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收藏并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